廖宗、黃守達兩位議員聯合質詢15分鐘 沒來 謝謝主席 運動局局長 你聽一下 局長你 我們台中的小巨蛋 什麼時候要動工 報告議員 這個部分在預計的期程會在110年的中旬來進行動工的處理 110年 那預定什麼時候可以完工 報告議員 整個期程上面處理會預定在115年 2026年 那你知道嗎 就是說我們這個小巨蛋 他當然一般我們是比較強調他的公益性跟他的政策性 沒兩塊錢 但是我們一般的小巨蛋的營運 大概就是收入主要兩個來源 一個當然就舉辦大型的一個體育活動 那第二個大概就是藝人的演唱會 藝人的演唱會 好 那我要跟你請教一點 如果2026年 2026年 小巨蛋開始營運了 開始營運了 依照你的看法 依照你的看法 你覺得台灣目前的這個明星 哪一位有機會登上第一個登上小巨蛋 你覺得呢 報告議員 我想台中有一顆巨蛋規模萬人級的體育場館 到時候應該要看當年度或往前推 應該是開放給有意願的藝人 來跟我們做台中進行爭取 那如果以現在的明星來講 你覺得在2026年 什麼人有機會登上小巨蛋的舞台 報告議員 因為現在的明星發展相當多元 應該人人都有機會 人人都有機會 好啦 你請這樣再請這樣再 我騙你都騙不夠你 我跟你講 其實我剛剛特別 包括副市長 我跟您報告一下 其實包括我剛剛一直在強調的 小巨蛋的收入 小巨蛋的收入 大概就是大型賽事活動 還有這些明星的登台的活動 演唱會的活動 那在2015年 我印象就是說 江會的告別演唱會 本來我們台中很希望 他能夠在台中有一場演唱會 但是因為找不到場地 我印象就是包括我們現任市長 都曾經去參與協調 希望他能夠開一場演唱會 但是後來就是 因為台中真的場地的問題 就是不能如所願 那現在小巨蛋 已經剛才我們的局長也講了 預定可能 預定在2026年能夠正式的營運 好 那我現在問局長 再問你一個問題 你曾經對於小巨蛋做了效益評估沒有 就是說他一年的收入 他大概會有多少收入 營運收入 然後這個收入 有沒有辦法來支付我們的營業費用 營業的這個費用 你有沒有做這樣的效益評估過 好報告議員 那謝謝特別關心到小巨蛋 巨蛋未來營運自償性 那目前現在正在進行的就是可行性評估 那可行性評估的方向 目前在幾個指標上 包含財富的可行性 是都可行的 可行 那你預定說一年可以收入多少 一年 那因為目前在可行的情況下 後面還有一個先期規劃 是不是可以等到這個先期規劃完成之後 我們再跟議員報告 實際上 那目前是沒有做過這樣的一個評估嗎 是 可行性評估 目前你手上資料 你一定一年可以收入多少錢 一年 跟議員報告 因為他現在還在可行性評估審查的階段 那初步幾次的專家會議 是認為可行 那決定最後我們還會經過財務專家的審查 然後我想這部分一定會讓這個小巨蛋 朝向損益平衡 自常活化的方向來做規劃 不會讓它變成一個 還要多花預算來做一個處理的成本 那個巨長我跟妳講 其實我們一直擔心一個問題 等於你這個小巨蛋 我剛剛一直在強調 它的收入大概是兩個 一個就是明星的收入 明星演唱的收入 一個大型體育活動賽事的收入 那大型體育賽事在台灣 因為人口比較少 台中市的人口也比較少 老實講可以辦活動的一些大型賽事其實不多 現在大概有一點寄望去看SBL能不能到台中來 但是SBL你也知道在台北辦的比賽 一場人數真的是寥寥可數 甚至有兩三百個人 那一種的一百塊可以看整天的賽事活動 你要寄望這個大型賽事活動的收入其實是很有限 好那現在我現在第二個收入的來源就是一些明星的演唱會 那明星的演唱會 其實我們這個年紀的人都會其實會特別去強調說 當時江會的告別演唱會 封賣演唱會 會特別去留意這些事情的原因 是說當時也找不到場館可以辦演唱會 我們的戶外遠行劇場又設些一些影響的問題 他沒辦法控制 所以說沒有地方可以去 好那現在在台面上的呢 我剛剛統計了一下到2026年這些大明星 包括我們的張學友 唱歌唱很好聽的張學友 到2026年的時候已經65歲 那江會如果繼續唱 到時候如果沒有封賣 繼續唱的話他也65歲了 張會妹我們的天后已經54歲 王菲呢57歲了 林俊傑45歲 五月天主唱也要51歲了 周杰倫47歲 2020年這些明星大概也已經凋零了 已經凋零了 那你要寄望現在新生代的一些明星 老實講我個人是很不看好 因為整個栽培新的明星的速度好像有點緩不濟急 所以我要跟你講 這樣的情況之下 你很可能會遇到一個問題 入不敷出 入不敷出 這場館體育場館入不敷出的狀況 其實在台灣已經好幾個地方有這個狀況 已經有這個狀況 那第一個當然就是我要特別強調 就是在宋主席 宋主席在當這個台灣省長的時候 1998年 他蓋了一個中興新村的體育館 到現在開館已經21年了 我跟局長報告 他到目前為止 只辦了一場的體育賽事 一場而已 兩場的大型活動 這大型活動也不是什麼大型活動 辦什麼紙銷那種的 只總共辦了一場大型活動 一場的體育賽事 好 那高雄 高雄 高雄當時因為有一個高雄市運 他的主場館呢 在2013年 2013年我拿到資料 2013年 他的總收入多少呢 總收入只有400多萬 叫400多萬 但是他的支出啊 是支出了3600多萬 中間有3200萬的差額在那邊 會變成一個很大的麻煩 台中的小巨蛋 也可能遇到同樣的問題啊 所以說我在這邊 要求局長能夠未雨綢繆 這事情不要繞著一個 將來一個乾坑 沒辦法收拾的狀況 我們台中之前有發生過 負責生 沒辦法影響狀況 只負責生 但是沒辦法養的一個狀況 那我要再講到這銀月收入啊 目前呢 台北的巨蛋 台北的小巨蛋 平常的收入啊 是一天是必須要支付54萬啊 假日呢 一天是收90萬 其實我算起來 一年收入也是區區大概兩億元啊 但是我一直在強調 台中 這樣子一個 這麼大的一個小巨蛋啊 比台北更大 將來的費用支出 絕對是一個大問題 所以我在這邊 一定要來拜託我們的局長 可以為與從謀 好好把這個效益問題 做一個評估啊 啊 將來如果遇到說 我剛才再強調 它可能政策的考慮 或者公益的考慮 是大於商業性的收入啊 但是也不能說 啊 沒完沒了 的一個大錢坑 那將來 他的繼續 能夠繼續持續 一些營運 會變成一個大問題 啊 好不好 你能答應我做這件事嗎 好謝謝議員 那這個針對未來的場館營運規劃 我想會提前來做營運跟準備 那議員剛剛所提示的 那我們會參考幾個場館大型場館 這個問題啊 你也給我答覆一下 你會看怎麼樣 他很可能落入一個大錢坑 一個窘境啊 是不是我們要主持人來做這件事 評估跟方案 來 對剛剛那個 我們李局長也提問 您那個 也非常關心就是 因為未來的這個營運嘛 那我想剛剛就說 這個大型的這個體育活動 那麼 另外這個大型演唱會 還有其實他應該有主管跟副管嘛 是是 他還有其他的活動展覽啊 一些集會啊 這些都 甚至於餐飲的這些大 中大型活動都可以辦 可能這未來的這個OT的廠商 他們就說也會 醫院問題 對 是 好好正式評估啦 好不好 好 謝謝 副市長請坐 好 接著黃首達